号称海底平头哥 你知道是哪种生物吗 深海中有一种浑身是胆的恶魔生物 它敢吃骨精的肉和蓝精的血 见到任何生物它都敢扑上去 甚至连潜体都敢硬钢 它的食谱几乎包含了海洋中的所有生物 时间回到1991年 一位叫做理查德的电池工程师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他照例在墨西哥湾的海底检修电缆 可是他发现很多电缆的外皮 出现了奇怪的破损 而破损的地方有着极其规整的原型痕迹 就好像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工具切割了一样 理查德是百字不得其解 有谁会蠢到专门潜入海底破坏电缆 周围的同时也觉得很离奇 怀疑真的是有些无聊人做了无聊的事情 直到理查德打听到了一件事 这才解开了这个诡异的谜划 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也遇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怪事 他们的潜艇似乎遭到了某种神秘武器的攻击 这种武器会留下一个个原型的凹坑 这些凹坑的位置都在声纳系统的导流罩那里 这个部位是由橡胶组成的 损坏后会影响声纳系统 潜艇就不得不返航维修 而且这种事情竟然同时出现在了30多艘潜艇上 美国海军怀疑是某个国家的秘密武器 可是这种不痛不痒的攻击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最多只会制造一点点麻烦而已 于是他们在那个部位的内部安装了摄像头 后来他们就看到了诡异的意义 原来这是一种发着绿光的小型海洋生物 他硬生生的用嘴撕裂了导流罩 一些海洋专家看到后立马认出了他打磨杀 外号海底平头哥 这种恶魔般的生物虽然只有半米长 却把所有水里游的都当成了食物 他可能以为潜艇是一只肥美的蓝鲸 米查德变完后感觉有点荒诞 他拿着破损的电缆管道 去莫西哥湾渔业管理中心 找专家给建立 专家一看没错 肯定是达摩莎干的 这个家伙有着海洋里面最致命的死亡之物 达摩莎有着一个佛系的名字 却是海底真正的霸光作才 见到海豚霸道的亲密口 见到表哥大白鲨亲密口打个招呼 见到海洋的霸主蓝鲸礼貌的亲密口 只是这些被他亲的海洋生物 纷纷一副要骂娘的样子 亲就亲嘛 但你也太用力了 肉都给你撕下来了 等他们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开游者时 达摩莎早就淘起夭夭了 没有办法 达摩莎就是这么霸道 达摩莎是一种深海的鱼类 体长只有半米左右 长得有点歪歪越早 他也是唯一会发光的鲨鱼 白天一般在三千米左右的深海 晃荡和休息 一些海底生物看到他发光 还以为是好欺负的猎物 结果性匆匆地游下去 还没来得及下嘴 就被达摩莎一个死亡之吻 轻的怀疑鱼身 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达摩莎长着一张性感的厚嘴唇 这可以帮助他嘴不漏风 保证每一个门都饱含深情 但是里面两排牙齿就有点惊松了 眨看一眼上下完全不一样 简直就像是不同物种的牙齿 上槽牙参差不齐 而且很小就像是钉子一样 下槽牙非常的规整 就像是一排巨头 这两排牙各有各的用处 当夜里降临 达摩莎就开始从海底垂直地往上游 来到了前海区 这个时候海豚 鲸鱼这些生物都还在休息 达摩莎就开始了偷袭 当两排牙齿咬住对方后 后嘴唇就像是马桶刷一样 死死地吸住 然后用灵活的身体 不断地进行死亡翻滚 具体状的牙齿就完美地切下了一块原型的肉 然后赶紧逃跑寻找下一个目标 鲸鱼想追都追不上 只能感叹年轻人不想舞 吃饱喝足后 达摩莎轻轻轻地来 又轻轻地走了 只留下一排排深情的蠢蜜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卑鄙无耻的鲨鱼 为什么叫达摩莎呢 他和达摩又有什么关系呢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偷袭 偷袭 打不着 达摩莎堪称海底的武道高手 月黑风高夜 正是杀人放火时 达摩莎只在夜间出没 经常趁着海洋动物不注意的时候 搞偷袭 他出招速度极快 一招得手绝不恋战 他甚至连人类都不放肚 一口下去 就能撕下一块圆形的肉 这些触目惊心的伤口 是海洋生物永远的梦魇 最悲逼的是 他们的这种攻击 一般不会杀死猎物 像海豚和鲸鱼 这些体型比较大的动物 即使被撕下一块肉厚 还能够活下来 然后下一次 又成为了达摩莎的美菜 达摩莎简直把整个海洋 当成了自己的食堂 而且从来不挑食 所以他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最低等级的保护动物 他的这种捕食方式 不是以杀死对方为目标 看起来更像是满虫 这样的寄生生物一样 所以他属于寄生性生物 整个鲨鱼家族 都被虎鲸欺负得很惨 但是达摩莎 他们这些鲨鱼兄弟 找回了产生 就算你是海洋骂主虎鲸 我也能从你的身上 撕下一块肉 很多人肯定很骂梦 这残忍的家伙 怎么能和德高望重的 达摩扯上关系呢 达摩可是禅宗的主事业 难道真的是因为不杀生 采用的是比较佛系的 进食方式吗 事实上 多条达摩莎攻击海豚的话 也会让海豚 失血过多而死 我觉得可能是和达摩棍法有关 达摩棍会将棍子扔出好几圈 十分的赏心悦目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经常用 达摩莎的死亡旋转 和这种棍法 简直是无出一辙 不过达摩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雪茄莎 你看他这条长条状的身体 像不像雪茄 他留下的唇液 则是像雪茄烫出来的伤口 不得不说 海洋里奇特的生物 简直是太多了 后续我们会分享 更多类似达摩莎的奇特生物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 再见